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大国风云,我是主讲人大国小将,今天是6月25日,今天谈一点美国的话题,美国取消了宪法中规定的堕胎权,美国当地时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推翻罗素维德案,1973年此案裁决使堕胎在美国合法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最高法院24日裁定,取消宪法规定的堕胎权,推翻1973年罗伊素维德案的裁决,并将堕胎的合法性问题 留给了各州应对,这一裁决颠覆了近50年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先例,是一个罕见的逆转,挑战现代美国的升职自主权,这使得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女性将失去堕胎权 综合其他海外媒体的报道,本次裁决由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以6比3的投票结果通过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前总统奥巴马等民主党人,对此进行了猛烈批评 据提供堕胎服务的医疗保健组织,计划生育联盟的研究显示,预计约有3600万育龄妇女失去堕胎机会 这个罗素维德案,是一桩什么样的送案呢? 此案被认为在美国民权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73年,对此案的裁决,确认了宪法赋予的堕胎权,且受宪法隐私权保护 当时,高院大法官多数意见认为,任身头三个月内,享有宪法赋予的绝对堕胎权,各州据此修订或制定了相关法律 但对堕胎权的界定和限制不一,这个裁决,至今仍急剧争议,反堕胎团体不懈努力推翻 而支持堕胎权阵营,则坚决维护 罗和维德是两个人的名字,谁是罗呢?谁又是维德呢?罗又为什么要撞告维德呢? 罗素维德案,涉及一位名叫诺马麦考维的德克萨斯州女子,法定笔名简罗 1969年8月,当时未婚,失业的她,第三次怀孕 因属意外,所以准备堕胎,但被德州法律禁止 德州法律规定,因强奸受孕者允许堕胎,因此麦考维的朋友,建议她谎称遭强奸 但无法提供警方证明,她因遭性侵怀孕,诊所和医院拒绝为她做堕胎手术 她找到一家地下诊所,去了之后发现那里已被当局查封 1970年,律师林达科飞和沙拉维丁顿,作为麦考维的律师提起诉讼 状告代表德州的检察官亨利维德,指控德州禁止堕胎法律,侵犯了麦考维的隐私权 1973年,联邦高院做出裁决时,罗当是22岁,已生下一个女孩,孩子出生后被收养 亨利维德是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县的地区检察官 他的职责之一是执行该州一项禁止堕胎的法律,除非是为了挽救孕妇生命 麦考维堕胎受阻提起诉讼,代表德州的维德成为被告 人告麦考维称德州法律含糊不清,违宪,侵犯了他享有的受宪法保护的个人隐私权 德州地方法院裁决控罪成立,但没有对德州反堕胎法律下禁令 麦考维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 美国最高法院面对的问题是,宪法是否承认妇女有权通过堕胎终止妊娠 1973年1月22日,最高法院以7比2的多数裁定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的确如此 大法官哈里布莱克门在意见书上写道 尽管宪法有对妇女堕胎权的保护,但必须与政府保护女性健康 和人类生命潜力方面的利益相平衡 联邦最高法院表示,女性妊娠前三个月内是否堕胎 这个决定必须由她本人和她的医生做出 这个判决因为麦考维笔名简罗,所以这个判决又称罗素维德案 在罗素维德案的年代,美国只有四个州 在很大程度上允许合法堕胎 另外16个州在有限的情况下允许堕胎 其余30个州禁止堕胎 联邦最高法院赋予女性 在妊娠三个月之内合法堕胎的绝对权利 因为宪法高于州法律 因此30个州涉及堕胎的禁令自动无效 但保守的州不断通过招致更多送案的立法行动 来削弱堕胎权 大国小将说说堕胎派和反堕胎派坚持的理论基础 堕胎派坚持认为 我的身体我做主 我的身体我有权利 反堕胎派认为胎儿是生命不是你的权利 反堕胎派像原教旨主义者们一般 坚持认为胎儿是生命 任何人哪怕怀孕的妈妈本人都无权堕胎 必须要生下来 但他们没有再考虑一步 生下来之后呢 如果一个胎儿生出来 最直接抚养他的妈妈都不喜欢这个婴儿 比如那些被性侵的乱伦的妈妈 未婚先孕 但是并不想要生孩子的妈妈 美国法治反对堕胎 强制让他们把胎儿生出来 这样虽然保护了胎儿的生命权 但婴儿本应该得到的充足的母爱 这些婴儿却得不到 婴儿面对的是一个不喜欢他的妈妈 甚至是他为仇敌的妈妈 婴儿得不到爱 得不到足够的悉心的抚养 这种情况 反堕胎派会考虑吗 那些本身就贫困 本身心态没准备好抚养孩子 或者自己本身就过着颠沛流离生活的妈妈 他们根本没想要孩子 反堕胎派会尊重他们的想法吗 还是我只要求胎儿出生 其他我不管我不管呢 罗素维德案被美国最高法院推翻 代表了美国保守势力的反击 那么接下来呢 同性婚姻 同性恋行为 相关规范会不会被美国保守势力修正呢 这种担忧和恐慌是合理的 美国人群的撕裂会进一步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我频道 欢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咱们一起用证据了解真相 谢谢